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专家和店主说 我就见过真的宣德卢 或者是我知道谁见过真的宣德卢 宣德款的 您不认为它是宣德本年的 就是个宣德款的 不是 清早期的 这么说来就有道理了 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是您收藏的第几个宣德卢 五六个的吧 估计还行吧 对它比较有信心的 OK 好沉啊 但是它底下写的不是 我们常见的大名宣德年制 它写的就是宣德年制 对 还少俩字呢 少俩字不怕 它是四字转书 您带领我们共同欣赏 欣赏这个宣德卢 这个看宣德卢 应该注意些什么呀 一个是它的气型 端庄 大霸气 再一个看它包姜 包姜云厚 保光烈脸 它的铜质 手工雕的强快 我觉得您是一个好销售 您快把我说服了 通过您这么一介绍 我就有点 不光是看热闹了 我看着还有点意思了 接下来还想问一个问题 您觉得它 现在的市场行性 应该是多少的呢 采用输入的 心理预期价格是 20万 请专家来 变价时针 有请 那么这款 你所谓的宣德卢呢 它其实 在宣德顶仪图谱当中呢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名字的 叫鸭精炉 那么在宣德顶仪炉谱当中呢 说这个鸭精炉 它是仿宋代定谣的 那个款式 就这种样式 铸造的 当时呢 是干什么用的呢 铸造这个样式 颁赐给天下名山寺院 就包括内府佛堂 就这样的一些地方 来使用这样的一个炉子的 宣德三年铸造的那批 这个宣德炉当中 这种样式的鸭精炉 当时是用八链洋铸 精筑而成的 一共只筑了两百件 其后呢 历朝历代 包括现在 都一直在仿制 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 你这件宣德炉 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产品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还有人专门在做 那么我们就来看你带来的这件炉子 它的这个炉腹呢 浑圆 颈部呢 略收 口言呢 是平掌外延 两边的两个盼人呢 可以说是精准对称 底下的三个乳竹呢 也粗壮有力 特别是你前面强调的 这个宣德年制的 四字铁线状的这个款 它刻的是生俊有力 而且它应该是用施纳法一体铸造的 铸造完了以后再经刻 经修 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款式 那么整体的这个铜 手头上感觉非常好 很压手 说明这个铜确实如它表现的那样 是经过了精炼的 那么从整个这个铜炉的铸造工艺 它的样式 它的铜质 它表面上所浮现出来的这种包浆的 这种形式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我的鉴定结论是 真品 这是一件清代初期 观照 汉尔压经炉的真品 我给你报一个顾价 专家的顾价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 不影响店主的报价 那这样观照的清代的真品 在市场上表现怎么样呢 这家宣托点子款的香炉 应该说这种公司比较上乘的 在现在咱们所见到的 清仿明的香炉当中 这算是一个精品 确实非常不错 所以我给你出一个相对保守的价格吧 第一个店主的报价是 22万 2015年保立香港拍了一支 同样弃型的 款也是这样的 宣泽年制 玄珍赚款的这种压经炉 当时成交价是70万港币 然后我给一个报价 第二个店主报价是 15万 那个就70万港币 我们这个怎么才15万呢 那个毕竟是拍卖的成交价 而且这种炉过去的确值 二三十万 但是现在稍微行情下来点 这件清代押金炉 已被专家认定为观造精品 而且店主刘青忠赞誉 它是清访炉子中的商品 并给出了22万元的报价 但是店主马吉宁却认为 这件炉子虽然品质不错 甚至在几年前 也的确可以卖到30万的价格 但是如今 炉子的市场行情一路走跌 已经不复当年的繁荣盛化 所以这支清代押金炉的市场价格 已经减半 只能给出15万的报价 那么清代铜炉的市场走向 究竟如何 其他店主的看法是怎样的 专家又会给出怎样的估价 通知 华山论件年度第十一期藏品海选鉴定活动即将开启 时间2017年12月2日9点到18点 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夏城区绍兴路158号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华山论件专家团现场坐镇 面对面为您变甲时针 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 即可登上华山论件的舞台 垂旋热线 010-8414-8511 029-8986-3002 183-0926-5561 详情请关注华山论件公众号 大家都知道玩宣德楼呢 玩的是气形周正 手感特强 这枚我上了手了 非常适合 皮壳和包浆一流 最重要的是它气形能散发去 保气来 这枚真好 所以说呢 这枚刚才陈老师讲了 还算是很不错的炉子 我给一个目前的一个价格是 第三个店主报价是 26万 下面来揭晓专家顾价 来 18万 这个刚才店主说的没错 这个炉子当年王四相先生 那批炉子投入市场的时候呢 确实一下子拉钩了 国内收藏品市场 对宣德楼的那个认知 它的价格也在那段时间水涨船高 那么随着这几年市场的调整 那么这一类的炉子呢 它价值有所回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这个炉子呢 这个油还是有一点点 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比如说 你在口言上有一些磕 一个耳朵上有一点秤 这个脚有点秤 秤没了 那么最主要的呢 它这个底下 就这个底你一般还看不出来 它铸造的时候曾经有四个杀眼 那么它曾经在当时铸出来的时候 就有四个脑补 你测着光一看 就很明显的 有四个点在那个地方 那么对于我们追求 宣德卢 它毒药的庙在哪里 第一 行制的周整 完备 第二 它的皮色 的那种美轮美环 那种这个光滑如肌肤的那种感觉 第三 整体的一色的那种感觉 那么有四个脑补 尽管补得非常好 几乎是看不出 但是侧着光一看 多多少少 还是心里有一点点 小小的遗憾 是吧 所以呢 给你一个十八万的价格 是目前市场上 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好吧 谢谢专家 感觉怎么样 踏实了 我觉得真的是不错 因为通过您上来 这个一介绍 行家一开口 就知道有没有 也希望 你以后能带着更好的藏品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一定要来 谢谢 恭喜您 藏片可以获得 华山论件节目组 为藏品颁发的 真品证书 恭喜